好這就是側邊杖的固定閥與圓橋及脫困板 我們是這樣固定的 那現在一個比較特殊的滑塊 那是因為我們這個遠征車領架是這個弧度 然後我們要裝側邊杖 因為側邊杖有這個重量 所以我們做這個有弧度的這個滑塊 順著這個鋁脊型 然後有固定的滑槽可以增加它的載重 跟降低這個噪音 重點是這個滑塊還可以高於這個遠征車領架 所以它的L版不會去磨到這個遠征車領架 然後這個有兩個規格 一個是這個弧形的熱 再來一個是後面這個平板的 平板的它的凹槽也不太一樣 那至於這個為什麼用這個鋁滑塊呢 因為你沒有用的話 這個鋁矩型這裡會 受力會變形 那等於是說你的螺絲滑到這裡 你就卡住了 這個變形 那為了解決這個變形量 我們用這個 跟著這個斜度的這個鋁滑溼滑塊 來支撐重量很重的側邊杖 那我們現在用的是這個防鬆的滑溼 就是這個螺絲滑 然後它這個是有斜面的 所以等於是你越開鎖進去緊了之後呢 它就會卡住 那因為這個滑溼有這個凹槽 所以當然是對於這個支撐片 我會有一點刮傷 所以這是唯一的缺點 但是優點是它就不會鬆掉了